不少国盟高官昨日前往慕尤丁住家展开秘密会议后 巫统最高理事会经无举行线上特别会议 据说是讨论有关撤回对首相丹斯李慕尤丁的支持 据巫统内部人士透露 巫统目前正在策划一场政变 计划是要求首相慕尤丁在不更换内阁的情况下辞职并下台 国盟政府任意撤销紧急条例 导致与国家元首的关系日益紧张 为了解决国家元首和政府之间的争端 国阵领导人正在讨论补救计划 据悉大部分国阵成员愿意支持国盟政府 但少数巫统议员希望慕尤丁放弃首相一职 他们只希望首相丹斯李慕尤丁下台 但政府仍然完好无损 也有巫统党派成员选举副首相伊斯麦莎比里担任过渡首相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 在政府和国家皇宫在废除紧急状态法的问题上陷入僵局后 国阵领导人也讨论了接下来的步骤 大多数人愿意留在国盟政府 然而 几位巫统议员认为应该更换慕尤丁 据消息人士透露 慕尤丁拒绝离职 让寻找接替他的人的计划难以实施 国盟政府以微弱多数站稳脚跟 如果慕尤丁下台 这需要政府后座议员的支持 包括慕尤丁领导的土团党 更重要的是 谁将接替慕尤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土团党员正式 虽然没有正式晋升 但乌统内部确实有人支持沙比里担任 过渡首相 另一位消息人士称 第二把交椅的候选人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土著团结党中有很多雄心勃勃的领导人 比如高级政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 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寒查 在努丁 以及土团党熟理主席拿督斯里阿莫法伊扎 是有野心的 土团党消息人士称 虽然乌统没有发表声明 但土团党知道乌统有意让伊斯迈担任过渡首相 乌统最高议员拿督莫哈莫补 今天向那些声称支持沐游丁的乌统议员提出质疑 要求他们出示证据 他们敢骂 这将被视为违反乌统最高理事会的决定 不爱在接受今日自由大马的采访时表示 乌统议员对沐游丁的支持 也可能被解释为对国家元首的背叛 国家元首近日对政府对撤回紧急规定的处理方式表示不满 他是针对报道 只有19名国阵议员日前出席 与副首相拿督斯里伊斯迈沙比利的会面 讨论支持沐游丁一事 做出回应 身兼巫统副主席的伊斯迈较早前表示 确实有40名国阵议员支持沐游丁政府 他说 这项支持政府的决定 是在他于7月29日 主持与40名国会议员的会议后做出的 不爱说 他相信参加与伊斯迈会面的巫统议员并不多 因为这些议员也担心被贴上国家元首和巫统叛徒的标签 他表示 出席会议的国会议员只是被权力前客利用来巩固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我挑战任何声称支持沐游丁的人出示他们支持的证据 明星党主席沙菲毅今天揭露 巫统表面上支持国盟 实际上是想要重夺政权 他指出 在巫统实际表示不再支持沐游丁后 应同时撤回对国盟政府的支持 但是 巫统只是宣布不支持沐游丁 并没有撤回对国盟政府的支持 他们真的想成为政府 因为他们要领导国家 所以他们不仅要当国家管理者 还要当首相 此外 我们现在还听说 在巫统获得了副首相之后 下一个目标就是首相位 撤回对沐游丁的支持 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也违反了巫统大会的决议 如果他们明白 巫统大会已经表示将拒绝国盟 但现在他们不断重复 因为他们不想失去他们的官位 资金和政府工程计划 他还批评说 虽然国盟一直声称是马来穆斯林主导的政权 然而 在废除紧急状态条例的情况下 却没能尊重援手的意思 他们自称是马来政府和伊斯兰政府 却不尊重马来统治者 我们不能只看他的话来判断一个人 我们应该从他的实际行动来判断 因为这是事实 也就是说 他不可能要尊重挨 在废尔统大会上了 我们不可能要尊重挨 我们要尊重挨 以后 我们不可能要尊重挨